好,來到第二部份,我們學習Compound Linear Iniquities 其實Compound Linear Iniquities 意思是 我們是擁有兩條,或者是多過兩條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2 or more 我們在這一課裡面,基本上我們只會做兩條 我們說,亦都有兩個重要的字眼 Compound Linear Iniquities 要不就是and,要不就是and 首先我先學了and,那and應該比較簡單 我們說,如何去解決一個and的 Iniquities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是滑圖 你看看下面的Boss 我們說,如果要解決一個Iniquities x少於10,and x大於7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兩條Iniquities 用一幅圖去表達 記著同一幅圖去表達 所以我先畫一個number line 有這個7和10,我先寫這個7 這個10 然後畫,x大於7,我畫這個位置 記著,空心圓形,但7就是右邊 另外,x小到10,我可以畫高一點 一高一低就容易看一點 畫一幅圖出來 然後這部分 好,那接著要做什麼呢? 現在畫一幅圖出來 我們說,我們要看什麼呢? 就是看一個overlapping region 即是說,因為我們要兩條色 兩條Iniquities同時要成立 要小過10,要大過7 即是我們要看兩個箭墟 同時避免到的地方 就是我們想要的地方 那你看看什麼同時避免到呢? 即是說這個部分 就是兩個箭墟同時避免到 所以呢 就會是 這部分 即是說,這部分就是答案了 就是兩條Iniquities同時避免 那我就將這件事簡化 即是寫回真正答案出來 即是我要相反這件事 給我一個答案 那所以呢 你會看到這一部分 即是說,你知道x是在7和10中間就可以了 那當然是不包括7,不包括10 那所以你知道solution呢 就是x大於7和少於10 那就是這部分的答案了 那我就繼續下去了 那繼續下去了 那繼續下去了 那嘗試要reprsend solution graphically 那試試畫吧 那例如第四條畫A 那大於3,大於7 那我就將它同一幅圖畫出來 那這個是3 那這個是7 那我用兩個不同高度畫 那就容易看一點 那記住了,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是一個overlapping region 即是兩個箭墟都避免到的地方 那即是其實就是這部分 所以你知道的答案 就是x應該要大於7 那再下來了 試一下b part 那負2和負5 那記住一個是大於或等於 一個是4 那其實要記得 要畫一個實心圓形 那就負5 負2 那大於或等於負5 那大於或等於負5 那小於或等於負2 那左手邊這部分 那就是了 overlapping region 那即是我要這部分 那即是我要什麼 我的數字 就是在負5 和負2之間 那再下這個c part 大於負3 小於或等於3 那也是 那再一次畫個 那麼就負3 3 3 那大於負3 那大於負3 那是的 overlapping region 那我們這次呢 就應該是要大於負3 少於或等於3 那所以大於負3 大於負3 那大於負3 那大於負3 大於負3 那大於負3 那大於負3 那來個最終的這條 這個比較有趣的結果 那看一看 x少於3 and x大於9 那我們畫幅圖出來吧 小於3,大於9,3的左邊,9的右邊 這條比較有趣,其實你用普通討論 一個數字又要大於9,又要小於3,其實不可能 你會看到現在這部分,兩個箭序是No Overlaping Region No Overlaping是什麼意思?即是沒有答案,所以很明顯地 這個應該是No Solution 或者是No Real Solution也可以 這就是一個特別的情況,而N的Iniquity是有機會沒有答案 也很合理,像這個基礎用CM都知道 實戰部分,就是去解決CM的Iniquity 其實做法就是,它給你2個Iniquity,然後你就各自去解決 解決之後,你把結果結合,寫回最終答案就可以了 即是說,好像第五條一樣,寫回2x-1就大於7 2x大於8,x大於4 然後3x加2少於或等於17,3x少於或等於15,x少於或等於5 那你怎樣做呢?我通常會這樣寫的 所以x大於4,和x少於或等於5 即是嘗試把兩個結果混合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畫圖,那圖可以當作草稿 你不可以畫給別人看的,但其實給自己看 我也建議畫圖的,因為有時候有些東西 就很容易拿到裡面想,是會想錯了 那就無謂了,那少於或等於5,然後這部分 等於5 好,所以你知道答案應該是在4和5中間 所以你就把答案抄出來 所以告訴大家,所以x應該要大於4,和少於或等於5 那這個就叫做一個Solve Company Inequality 那第六條呢,同一個道理 那你記住這個括號呢,Form 2都學過了 這個括號呢,其實是指and的意思 那跟你Form 2學生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這條比較簡單,我就不說了 那... 再看看第七條 那就是了,Solve 2 Inequality 那怎樣呢? 然後,第一件事,3x加6 就少於14加x 那2x少於8,x少於4 2x-3,大於15,x 3x大於18,x大於6 那x大於6,和小於4 那其實你也知道應該是no solution 所以你會這樣寫的 所以x小於4,and x大於6 那所以呢,就no solution 那其實你可以畫圖也可以,不畫圖也可以 那其實圖不是必須的 不過圖就是幫自己一個草稿去看一看 那你考試圖都不需要把圖畫給一個... 畫在一個突堤稿裡的草稿子那裡呢,做了就算了 那... 死吧 這個就是6 那這個比較簡單,其實你不畫圖也容易思考的 那就是這樣 那再下一些題目了 好了,那第八條,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會打個性 那你在中二的時候,學過三個 聽聽seq,也有時候會這樣寫的 可能會寫的 3等於5x-7等於6x-12 那你可能有時候會... 做法就是你方便起見 那你可能會覺得 不如我第一句和這兩句一配 這兩句一配 即你可能會寫的類似這樣的東西 3少於等於5x-7 同時呢 就是3少於或等於6x-12 那但是記住呢,這個情況呢 如果你用Quality這樣做,我會當你錯的 為什麼呢? 我可以簡單解釋一下 例如我真的去解釋 那如果我解釋第一句呢 就是10少於或等於5x 那就是... x大於或等於2 好了,那接著第二句呢 就是15少於或等於6x 那就是x大於或等於5x-12 那你會留意一件事呢 其實問題就是 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這件事呢 其實是保證不到 是不是真的呢 5x-7 是少於或等於6x-12 那為什麼呢? 我實際上做一次呢 你現在做了這兩條式呢 就是x大於或等於2 x大於或等於5x-12 那你合在一起呢 其實最後就是x大於或等於5x-12 即是一個大於2.5的數字呢 就OK了 即是選擇這個數字大於2.5 那如果我舉了例 我選擇了x是3的話 我將這條式呢 代入這個結果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你想一下 5x 那如果x是3的話 那5x-7呢 就即是5乘3-7 那就是15-7就是8 那但是6x-12呢 就即是6乘3-12 即是6 那你會發現這個情況呢 我們5x-7呢 是大於6x-12 那所以呢 問題就在這裏了 即是如果你平時 你用第一條和第二條 第一條和第三條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等於 那第二條式不同 你第一條和第二條 第一條和第二條 第一條和第三條 是保證不到第二條和第三條 即是保證不到5x-7 是少於或等於6x-12 那所以這裏呢 就是這個問題所在 那所以要記住 如果你明白就最好 不明白也不要緊 不明白就要記住 乖乖地 你做這些的時候呢 就要把它變回 就是3少於或等於5x-7 或是5x-7呢 就少於或等於6x-12 那就要做 那就要記住了 因為你要記住這個步驟 至少你不太明白 為什麼也好 至少你不會犯 但我剛才說錯了 所以我們要解決 剛才已經做過了 第一條式就是 3少於5x-7 你最終會做到 就是x大於或等於2 好了 然後第二個 5x-7就少於或等於6x-12 那就做 x是大於或等於5 其實兩個合在一起 那其實最後 應該是x大於或等於2 x大於或等於5 那最後合在一起 應該是x大於或等於5 那就是問題所作 所以剛才就看到 我們如果純粹是 拿第一條和第二條 第一條和第三條 我們會出到x大於或等於5 所以其實是做錯了 那記住這個做法 就行了 那第九條也是常見的問法 那我先拉樓一點 那常見的問法是什麼呢 就是 那 Part A 叫做Soft Combine Equality 那 Part B 就問你 Small Signature Satisfy Both Equalities 那 Part A 叫做2x-5 大於或等於x加3 很簡單 x大於或等於8 然後4x加1 over 3 大於x加2 4x加1大於3 x加6 x大於5 所以呢 x大於或等於8 那 Part B 那最小的整數很明顯地 要大於或等於satisfy Both Equalities 那即是你satisfy 答案就是這個 那大於或等於8 裡面最小的Equality 當然就是8 那就完成了 那來到這個Session 最後的兩個例子 那第十條 也是一個常見犯的錯誤 那我去解決第一條式 就是3-x加3 over 2 就是小於x 那我猜有些同學 在中三學的時候 你可能會透過整個數字 整理我睡覺 那這是其中一個做法 那我猜你會把兩邊一起 乘一個2去做 那這樣可以的 那記住兩邊乘2 那左手邊當然是變6 但是記住 這部份已經是括號x加3 那這個我想 寫完之後大家都明白了 那這個就是 有時你手快快做的時候 是容易犯的錯 所以就是3小於3x 另外我想說 另一個常犯的錯 就是 其實你解決這個Equality 和你解決問題不同 那有時 在小學的時候 教育或者中一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要求 就是把x放在左手邊 那其實你問我 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所謂 但我知道有時候 格式比較嚴 有時候 你會傾向想 把它變回左手邊 在左手邊的部分 但是記住 你一調轉左右 其實 例如x 如果1小於x 你調轉到x大於1 那應該是會轉的 沒問題會犯這類錯 所以我建議 你真的有時候 要慢慢寫 例如這一條 我會先寫x大於1 即是1小於x 再寫x大於1 否則很容易犯這類錯 另外 負2乘x加1 加3 小於x減7 負2x減2加3 小於x減7 即是 這條份 8小於3x 8 over 3 小於x x大於8 over 3 所以x大於1 x大於8 over 3 我不說出來了 其實你最後 x大於8 over 3 他問你 list integral solution 最小應該是3 這要留意 其實這一條和 他問你最小的 integral solution 是合理的 因為你大於8 over 3 你應該有些數字 是剛剛很大的 8 over 3 但如果有問題 就是這一條 你要留意 其實他沒有這個 largest 的 integral solution 如果我反過來 問你 最大的整數答案是多少 其實是沒有這個答案 因為你大於8 over 3 的所有數字都可以 所以你無限延伸下去 你會找到答案 所以你會知道 會不會不會 你計錯數 例如我 part B 我問你 我part A的答案 我們做了一個x小過爆發3 那你就會發現自己做錯 因為如果x小過爆發3 你是不會有最小的答案 因為你小過爆發3 就是所有組字 小過爆發3都可以 其實幾小都可以 那就不存在了一個最小的答案 所以問題就是 有時候這種情況 你可以手動地查一下 自己會不會做錯數 那就 有個意識地做這件事 好了 最後一條 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但是這個例子 就是以前我在書的MC裡查出來的 所以這部份 我就不會寫得太嚴謹 這個步驟 他問你什麼 就說 找一個Range of k Such that a system 就沒有解決 這個系統 你不需要解決 第一件事 我當然就是把系統 簡化一下 看起來很難明白 3x-6 就大於2x-3 x就大於3 好了 好了 第一句比較簡化了 第二句 5x-k over3 就小於x-k 又是5x-k 就小於3x-3k 然後就是2x小於2k x小於k 現在就變成了兩條 尤其合在一起 就是原來在解決 x大於3 x小於k 但是這個系統 是No solution 是很準確的 那你們要想一下問題 什麼情況會是No solution 很合理地 如果我們k 是一個比較小的數字 No solution 是正常 例如k 可能是-5 你會看到 這幅圖 應該就是 小於5 然後一個就是3 自然是No solution 所以其實k 如果是一個比較小的數字 你會發現 應該是No solution 應該這麼說 如果k 小於3 其實你也知道 應該是No solution 但很明顯地 我們會發現 如果k是小於3 很合理地 應該是No solution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要求就是 你的k應該要小於3 但問題就是 好了 重點就是 如果k等於3 有不可以呢 k的3 即是現在的系統 變成x大於3 和x小於3 有沒有一個數字 是沒有的 即是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即是我們想要的數字 因為我們想要的系統 沒有答案 即是說 現在的重點就是 k首先是3 同時 k是3 都是No solution 那兩件事 合在一起的話 自然就是 k應該要小於或等於3 而這部分就講完了 下一部分就講完 另一部分的compagnion qualities